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支付宝嘛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powerful 然后呢但是因为我看它那个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觉得给布置给大家的话有点太为难大家 因为如果真的让我做也做不好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挑一个flow来做 比如说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表格和checkout嘛 我觉得可以从就是连接银行卡 或者是转余额 或者是就是需要你输入个人信息和那些卡号信息的那个flow 挑那个来做 然后看一下 因为这里我不方便把自己私人的账户曝光给大家 当然账号已经曝光了 如果要赞助我的话非常欢迎大家 对吧 至少让我买一点零食吃什么都是可以的 anyway 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边我真的没办法展示给大家 它有一些界面是可以跟银行卡连接啊 比如说这里 或者是QR code之类的 然后大家可以找一个需要填入大量个人信息的一个这样一个flow 然后把它之前的screenshot take下来 然后把你自己改进的设计又放在里面 然后比如方说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iOS的一个系统嘛 大家可以再去explore一下Android 它是怎样一个系统 然后怎样一个流程 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play with it 我不知道就是这边的设计师是怎么样 就是我个人的话 我之前是非常对iOS比重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觉得iOS真的是做得很好 Android真的是不会用 因为我之前有过给爸妈买过三星的手机 然后真的不会用 我就觉得很可怕 但是自从认识了一个Android Engineer之后呢 他开始教我用Native Nexus 所以我现在对Android和iOS 虽然我还是苹果狗 但是我被Android狗一直吵架一直吵架 发现Android真的很厉害 他们有一些detail 特别是今天Google I.O.是那个launch party嘛 今天和明天两天 两天的conference 苹果的话是WWDC嘛 然后Google I.O.的话 我去了一个preparty 基本上今年的话会launch一个就是 去年是Lollipop 就是Material Design 之前是Kikkat 就是Google I.O.它是alphabetical嘛 是M-K-L-M-N-O-P-Q-R-S-T 然后我摄入这个整个Android系统的话 我Jelly Bean是完全没有涉猎的 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然后Kikkat我再做 然后Lollipop呢 我希望可以转到Lollipop 但是大家要知道Lollipop已经是去年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整年了呢 我们现在我手上做的project还在用Kikkat 可见就是有多滞后啊 就是说因为工程师不愿意改嘛 那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战役 然后今天2015年的今天 今天发布了M 但是我还不知道全程是什么 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说 AO已经是去年式了 今年是M了 M又做了很多它design的更新 然后今天晚上应该会 网上会有总结性的报告 我觉得作为设计师也一定要看一下 不要光看iOS Android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我或者可以开一期 我觉得可以开一期课来讲一下这个material design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因为Android它在很多细节方面 包括Google Now 包括今天发布的TabNow 还有它之前的那一些interaction 包括它有一些project 是做的在native的platform是做得非常好的 真的不输苹果 然后因为苹果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嘛 然后他们能做得如此不同 然后又如此 就是非常不差 然后很好用 我觉得是我之前低估了Android 我觉得Android developer 应该是很以现在的那些platform自豪的吧 我在想 当然我还是比较倾向于Nexus 其他的话我还不是使用的特别多 所以也不好说 然后基本上关于表格的练习呢 基本上就是之前我给大家看的支付宝 或者是你自己在挑一个whatever主册的 或者是fitness的 或者是跟健康要输入身高什么的都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练习呢 我是真的给就是overall想要就是问一下 有些人会问我这个visual designer到底是做什么的 UI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另外一个optional的练习 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一个skeleton 给你一个wireframe 然后你帮我去skin一下 然后包括你要告诉我你想 就是说你的flow要哪里更改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那这个练习的题目叫shared radio 这个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说它跟电台的那个app不一样 然后这个练习是一个four hour challenge 也就是说四个小时的reskin 然后呢因为这个app没有名字嘛 所以你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然后再顺大便做一下那个icon 顺大便branding也可以做掉 这个是完全UI的一个practice 然后左边的是第一个界面 一共是一个flow 然后是五个page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 creative be creative 然后发挥之类的 那上面是一个search bar 然后这边是feature mix 它这个整个grid system有一点像iTunes 然后iTunes它是content heavily 也就是说它内容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他们是怎么把这么庞大内容 整合到这么小的一个手机屏幕上 因为他们在4s和5s上面还是一样的可以浏览 然后在什么都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它这边都是一些demo tape 然后这边是大家可以看到是灰的 然后当你选了一个trending啊 或者是流行啊 或者是热榜啊 热搜榜之类的东西之后 它会add up time 然后呢你才可以选你的content 然后这边有category 你可以自己再给它重新命名 你不一定要按到这个grid 你可以做小的 然后名字在这里 然后做长方形的grid也是可以的 做长方形的grid 不一定要是这个three column 你可以做两个column 一个column都可以随便你 你也可以做什么呢 你比较大胆一点的 一个页面就只有一样东西的 你可以整个页面都只有一个cd cover 然后你就看要不要选这个 然后不喜欢旁边下一个 旁边下一个 下一个 然后这样子一个旋转的rotate 这样的也是可以的 完全看你自己发挥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时间轴是在下面 你也可以把时间轴放在上面 你也可以把search取消掉 放在这个角落的哪里 然后这边有一些action bar 可以放一些操作的那些 那个action 然后把search隐藏起来 这都是可以的 就看大家自己发挥了 然后下一页的话 就是你选好content 选好music 你可以给自己录音 就是可以加上自己的一些 personal的一些声轨 然后呢 你就可以选你的朋友 然后发出去 那选朋友 我这边只是给你一个list了 对不对 那这边可以有什么发挥的地方呢 大家有没有用过最新的iOS 它这个选朋友不是从名字 从1到10 从A到Z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太难搜人了 它最上面是有一个friends 这些都是machine learning 就是说它会给你一些朋友 然后这些朋友是你最近联系过的 最近说过话的 最近分享过 或者最近打过电话 发过wechat 对不对 然后给你 给你这些人 然后你就可以轻松在里面选 下面才是正式的所有的 所有的那个for content contact person whatever 然后这样的话 然后这样的话你使用起来 就会 它是智能型的嘛 现在这种machine learning已经很厉害了 不知道今天大家再插播一条 今天google.io发布了google photo google photo有一个脸部识别系统超牛 它是machine learning 它跟他们自驾的那个self driving car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当我拍了一张照 有我的脸的时候 我的脸在这儿 当我去tag这张 这张脸是可以自动tag 然后它会把所有我相册里 所有有我脸的都整合到一起 比如说我跟我父母拍的照片 它都会放在一起 只要你去操作它都是可行的 然后它今天整个升级到它的云储存是无限量 也就是说你根本不用担心你手机里的照片爆炸了 就是说完全是无限量储存 无限流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要搜有我大头的自拍照 也是一键完成 非常的智能 他们这个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当然这是题外话 然后呢 这个preview是等于是别人给你的一个mixtape 你可以试听 听完之后你也可以reply 这等于像voice message 只不过是更加生动化的 那这个是黑白的 没有任何的那个skin的 大家可以想一个主题 你是想要深色的浅色的夜店风 还是小清新风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练习一下 因为这个真的做起来 再加上mockup 然后再加上那些 把它你可以把它那个po到 或者是弄到那个photoshop里面 看一下3D 或者是拿在手上的整个感觉 颜色 color palette font choice 你们选择什么样的字体 做你主要的branding 然后中文的话会看起来怎么样之类的 都要完全的就是自己做一下才知道 然后软件不限 我觉得这个大家练习一下 也可以做一个portfolio吧 希望可以有帮助 这样 好了 今天练习就这样 下一张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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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